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几年来 他们开始在部分稻田 采用了插秧栽培技术 改变过去撒波的粗放耕作方法 今年他们又大面积插秧 把水稻栽培工作越做越细 争取高产再高产 安徽省宿县顺河公社马场大队的沟区台田 今年小麦获得了好收成 过去 这里地势低洼 易烙多灾 收成没有保证 去年冬天 社员们开始改造洼地 兴修了台田 今年就获得了好收成 山东省曲府县凌晨公社东郭大队 今年又传出了丰收的喜讯 这个大队是山东省的先进集体 他们在改造自然 发展生产中 已经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由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员们的政治思想 丰富大大提高 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 今年战胜了干旱 又一次获得了小麦丰收 河北省邢台县西黄村公社南汇大队 也是一片丰收景象 1963年 这里遭到了特大的水灾 洪水冲毁了六百多亩土地 社员们以革命的气概从山上运吐 把冲毁的农田又重新修了起来 去年冬天 社员们在新修的农田上第一次播种的小麦 今年获得了好收成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全面高涨 今年以来 解放牌载重汽车有了大幅度增产 头四个半月的产量 比去年同期增长42% 汽车的动力性能和经济性能 也达到了或超过了设计指标 生产成本继续下降 大幅度增长 这个厂由于坚持无保益提高的原则 就是在保证提高产品质量 保证发展品种 保证降低成本 保证设备维修 保证安全生产和劳益结合的前提下 不断地有计划地提高汽车产量 使生产得到全面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